改冠这几年来空气母舰公海上前的案件 其中6000人秀差不多降32% 改冠冠军在六朝文化庭 管一百十公车演当顶 正感染去 将后学校来6000人秀 上空位的行为 今年竟然跟婚人科去大学来合作 感染去先去做 AI地零M便是主动公报系统 透过这个系统可以感染到 M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接时经时通知机车完 第一时间全都机车 感染空气母舰母就扩散 所以他就协助说 学生跟老师讲 然后老师就找我们说 你们这个可能要开发这个AI的部分 让你们更有效益 可以看到7到8 1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 那基本上就像小孩子 就是慢慢去学这些影像 什么叫做所谓的露天蓝烧 那我们收集了这些大量的资料之后 就会可以取代 那个人类的眼睛 那监控里面可以自动去做一个影像的辨识 这套科技的系统会等24点前 360度来感染 主动辨识7到10公里环温来 外面的空屋来玩 是科技地方的典范案例 大大提升旗载的截口 它现在驾在120公尺高的 纷热乳的这样的烟囱的上面 那它可以监测的范围可以高达7到10公里 所以任何只要有烟的状况发生 它马上可以锁定 进而能够做 把这样的一个信息 给我们的警察队 去做相关的这个处理 管理有翁张梁基村 该关音政科技构合AI变形的作法 可以有好信息 及时禁控 以及处理空位思想 给予香港企业做回来努力 我们违法6,000人双 让民众有清晰的空气 环境险生化平静 接着欢迎大家观察报答